实际一点在投资者的部署上 比如你刚才也讲到一些大家需要留意 在业绩的时候需要看的事项 如果我真的在部署上 你会不会建议大家等公布了业绩 才再做一个部署 还是有少量的股份 你都觉得可以在业绩前复买入先 其实我们看到无论在中国这边 或者在美国那边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公布业绩 都会震一阵下来的 就算我们就像Tesla那样 我们再据上一季的时候公布的业绩 其实完全没问题 业绩非常英俊的 这个也没什么好挑剔的 都说过很多次 剩利用率有13%你还想怎么 但是怎么知道市场就真的是 是看下去的 就是公布业绩 因为那时候是刚好 是美国股市最差的一刻 所以公布业绩他不管你 他是小小跌口低开 然后那天我记得收市是跌差不多8% 那个业绩就完美了 而且你事后那个是所谓决胜负的角度 你如果那个低位斩了的 人家最高位都升了 我说是1,150元的这个 所以就是证明 在800元或者700元沽售那一刻 你确实是错的 但是市场都那一刻不理的 它照下跌下去先 那我们看到是比较强壳的 美国都受到可能缩表或者加息 这些这样的喷料 你见他都可以这样做得出的 那我们香港这一边 其实更加很大机会是这样的 你见到香港那边 再对上一次的公布业绩 其实是比较少量的股份 是公布业绩之后反而是升的 比如说好像美团这些 就是比较少数的例子 那我们大部分公布业绩之后 其实都是跌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完全是 特别的在中国这一边 是可以等它业绩公布之后 才去考虑买不买入 我觉得是远远安全 过你去所谓俗称博业绩 就是偷步买入